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自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 就企图利用香港像加拿大和美国那样在香港发展中共的司法合作之地 所以4月呢搞出了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 我给大家这里总结一下 第一 引发了香港轰轰烈烈的反送中运动 第二 引发了台湾的反共运动 使得亲共的一系列政治人物不得民心 扭转了2018年的政治局势 三 引发了全世界人民支持香港人民反抗的运动 四 引发NBA的推特事件 引发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反共民间大动员 第五 引发了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为美国打击中共又增添了利器 第六 恶化了中英关系 使得本来在华为5G上态度模棱两可的英国当局无法再亲共 使得华为5G在英国更难立足 在全世界都关注香港反抗的过程当中呢 中共的其他罪行也一并被讨伐 其中就有西藏 新疆 法轮功和其他宗教迫害的罪行 香港的反抗运动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 中共在香港虽然没有动用坦克机枪 但是所有黑警的暴行已经通过互联网曝光于天下 中共要混小黑白已经不可能 他们说的每句谎言都是埋葬他们的一把黄土 他们行的每个暴行都是刺向他们自己的利润 在全世界的聚焦之下 中共其实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他们和在海外满口乌言晦语的小粉红一样 在世人眼里已经沦为可笑的非人类 所以中共在一块踢到铁板 也是不足为奇的 以后就是埋葬中共的日子 我们所有有良知的人 请大家问一下自己 今天你反共了没有 谢谢